好 那我們剛剛看到了三種追蹤的方式 這個是Pre-Order 這個是In-Order 這個是Prost-Order 那這個我們只是在用手來操作 那接下來我們就看這個Program怎麼寫 其實這個Program也非常的簡單 那首先我們看一下Pre-Order到底是怎麼做的 好 那我們就直接看這裡Pre-Order 看一下怎麼做的 那這邊的Pre-Order 這個基本上它是一個Recursive 給進來的它就是一個Node 這邊它稱呼叫ColorNode 給進來一個Node 那我們就要從這個Node去做Pre-Order 那基本上我們剛剛看一下 我們怎麼做Pre-Order呢 我們如果看到這一個點 我們做Pre-Order 就是先把這個 先把這個印出來 先把這個信號印出來 之後呢 左邊Pre-Order 然後呢 右邊Pre-Order 就結束了 所以我們的概念啊 在印出Pre-Order的時候 我們的概念 基本上已經是Recursive的 就是先把這個Root 這個Sup3的Root把它印出來 之後呢 我們就是左半邊這個Sup3 Pre-Order 這塊是右半邊的Sup3 Pre-Order 好 現在把它換成Program 基本上談到這個事情 就是這樣一個事情 ifColorNode 這個ColorNode 這個ColorNode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點啊 不為空 它是有點的齁 這個ColorNode是有東西 就是不為空 這個指標是有內容 是不為空的齁 那不為空的話 就先把我們所在的這個Root 這ColorNode的這個點 我們把它擺盤一下 那這邊的這個ColorNode 要做什麼處理呢 這邊所做的處理就是Visit 用Visit的這個Function 這邊當然沒有講清楚Visit 到底做什麼事情 就是用Visit的這個Function 把ColorNode把它擺盤一下 那如果我們只是要把它印出來 我們就Print就對了 Print theColorNode 就看Visit的這個Function 本身要做什麼樣的動作 做完之後 recursive的preorder 左邊的subtree 左邊subtree的root就是 ColorNode的left chart 左邊的subtree 然後再過來 preorder 右邊的sub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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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ColorNode的right chart 這樣我們就做完了 就結束了 所以基本上我們的這個preorder 我們的recursive 這個Problem 最重要就是這三行 那這三行 就對應到我們的 在對這個問題的定義 也是一樣這三行 preorder就是這三行 先拜訪root 然後再過來是拜訪 labsubtree 最後是拜訪rightsubtree 那這個labsubtree跟rightsubtree 本身都是利用recursive的概念去拜訪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這個preorder 那當然我們這裡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preorder 在這邊也有兩個 這邊有一個preorder 這裡也有一個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兩個preorder 就是這一個是 裡面是沒有傳任何參數進來的 那當裡面沒有傳任何參數進來的時候 我們會呼叫這個preorder 這一個 如果你有傳一個參數進來的話 我們會呼叫下面這個preorder 好 那這邊呢 沒有傳參數進來的 這個preorder 它釋放也呼叫這個preorder 這個是有傳參數的一個root 所以這一個呢 會呼叫這個 好 所以 如果你沒有傳參數進來的話 基本上 它這等於 對整個tree 來做preorder 因為裡面傳參數進來的話 它直接去呼叫這個preorder 好 root 所以就是 把這個tree的root 做preorder 做這個運算 好 所以這個整個的重點 其實就是看下方 那個這邊的preorder 那根據定義 其實這個 這個promot就寫出來了 這個也不是太困難 在外面是inorder 那這邊的這個 寫的方法 這個形式啊 跟鋼一樣 那這個inorder 就是先左邊的suntree 所以inorder 先左邊的suntree 然後這塊是我們的root 就是breed 這個car node 這塊是inorder 右邊suntree 所以這個地方 也是recursive的 來說這個事情 好 再下來是 cross order 那cross order的話 這個地方 我們也演一下 先postorder 左邊的suntree 然後這塊postorder 右邊suntree 最後是 我們拜訪這個root 會的root 所以這個suntorder 基本上 都是recursive 那 如果你不recursive的話 這個colon 你怎麼寫 就不知道了 太困難了 所以我們這個的話 基本上都是recursive 好 再下來我們來看 第四種order 這個叫level order 那這個level order 就是我們前面可以看到 preorder inorder postorder 不管哪一種order 我們都是recursive 剛剛前面這單種都是recursive recursive recursive 我們在電腦裡面 我們會用到資料解決就是stake 只要是方形的物價 我們就會用到stake 所以recursive的話 已經對應到內部的資料解決就是stake 那接下來這一種呢 我們就不要用到stake 好 所以這邊談了 就是preorder inorder 跟postorder 我們在追蹤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用到stake 雖然我們recursive 在呼叫做come到stake 可是實際執行的時候 我們是需要電腦內部的stake 再往這邊 這個level order 我們要用到q 要用到q 好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 這個level order的定義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level order 定義 一個level就是一個階層 一個階層 一個階層 所以就是怎麼樣 先第一個階層 再來第二個階層 再來第三個階層 再來第三個階層 第四個階層 第五個階層 按照數據 好 所以就是先root 然後再過來就是左邊的chard 再過來是右邊的chard 這邊講的不是左邊的sub3 不要誤會 跟前面那個講的左邊sub3不一樣 所以這邊是講的是chard 左邊的chard 左邊的chard 右邊的chard 所以我們這個東西不能跟什麼 跟我們最前面的phiode 把他搞混的 前面的phiode 是root 再過來是左邊的sub3 所以這個sub3的意思就是recursive的概念 因為講到的是一個tree 所以是左邊那個tree的recursive概念 那右邊sub3是recursive的概念 所以這兩個不能混合一台 那這裡我們所定義的先root 然後是左邊的chard 再過來是右邊的chard 下方的一直列推 是左邊的chard 右邊的chard 好 所以我們的這個概念就是 全部的點 全部的點在一個level 裡面被拜訪過之後 我們才能夠往下移動 所以我們就是一層一能下來 加一層下來 再過來寫下面這一層 好 所以這個是 level order的順序是這個 這是我們level order的順序 就是先root的這一層 是一個plus 再過來是左邊的chard star 接下來是右邊的chard e 再過來是下面再下來這一層 是star d b 再過來是slash c 最後是a跟b 在這個地方 這個可以把答案抄進去 好那在這個level order的順序 這個時候裡面 我們為了要 我們要記得 這個譬如說 我們現在是這個 第一個看到一個家 然後來看到一個start 可是看到start之後呢 我們現在不能馬上做start的左邊跟右邊 我們要把同一個level的東西 把它做完之後 才能夠輪到start的左邊跟右邊的小排 那因此 我們在做的過程當中 我們會利用這個q來幫我們的馬 好那我們這個q要怎麼做呢 我們這邊把它示範一遍 把它示範一下 就是這樣 就是我們先 我們有一個q 一開始這個root 我們把這個 加就放在這個 把這個加就放在這個q裡面 然後再下來 我們把這個加就從這個q裡面拿出來 所以從這個q到拿出來 拿出來之後呢 再來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這個 這個加展開之後 你會得到一個start 爬一個ne 所以我們就把start跟e 就把它放在q裡面 接下來我們又從q裡面 記得排隊的方式 加東西進去是從尾巴加進去的 拿資料出來 是從前面拿出來的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把q裡面的第一個 拿出來 那q的第一個就是這個start拿出來 start拿出來之後呢 我們就會可以看到 start拿出來之後呢 他的 start拿出來之後啦 他的下一個是start還有d 所以我們把start跟d放進去 好 那接下來我們這個放進去之後 接下來我們又從q裡面 拿出他的下一個出來 那q的這個下一個就是這個e拿出來 e拿出來之後呢 e他沒有東西可以加進去 因為e的這個 他是沒有小孩的 所以沒有東西加進去 再來我們就把這個e拿出來 再下來我們看一下這個 這個q的下一個 q的下一個是這個start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start 再把它拿出來 拿出來之後呢 我們再有展開他 我們就知道說 他是有兩個小孩的 一個是start 還有一個是c 把它加進去 好 那就是按照這個順序 你拜訪到某一個的時候 把他的小孩把它放到q裡面 然後每一次要拜訪的時候 從q的最前面把它拿出來 好 那q裡面的東西當然就是 你曾經放進去的 你慢慢的就會被拿出來 那所以我們就從尾巴加進去 從前面把東西拿出來 那這樣的話 基本上就可以保證 保證我們這個level order的順序 就從最上面一排一排下來 那這個資料結構就是q 像這個考試就很容易考 就說那個in order beorder用什麼資料結構 level order用什麼資料結構 那這個就很容易考 好 那這個呢 我們剛剛試做過了一遍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的level order的program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其實這個program的重點就是從這邊開始 就是我們現在拜訪這個點 我們現在拜訪這個點 那我們這邊拜訪這個點的時候 你就是你的左邊有沒有小孩 有 你看 我們拜訪這個點 然後接下來問你說 左邊有沒有小孩 有 他把左邊的小孩把它push到q裡面去 這個q就是我們的q 這是push 把左邊的小孩把它push到q裡面去 然後再來就問你說 右邊有沒有小孩 有 他就把它push到q裡面去 所以就是你這個點的左邊小孩 右邊小孩都被放到q裡面 然後再來 你這個點處理完畢了 之後呢 我就準備把下一個 在q裡面的下一個點把它拿出來 所以 所以就是第一個 再問說 這q有沒有空的 q空的話 表現對應處理完畢了 就return就結束了 那否則的話 colour node就變成q的下一個點 q的front 我們從front拿出來的就是q的最前面的點 好 好 那這個front拿出來之後呢 這個 這個 從這個front拿出來 然後pup 這個front是沒有把東西去掉 pup是有把東西去掉 所以你把它註記一下 這是 從最前面取的那個點 但是呢 沒有把它刪除 front只是拿出來看 沒有把它刪除 pup呢 是把最前面的點把它刪掉 所以這兩個動作合在一起 這兩個動作合在一起 就是 把front的點拿出來用 順便把它刪除 下面就是pup把它刪除 好 所以這整個動作 就是來實作我們剛這個level order的概念 再說一遍就是 你現在拜完一個點 拜完這個點的時候呢 你就是把 左邊的chard把它放到q 把右邊的chard把它放到q 那換完畢之後 表示這個點就處理完畢了 處理完畢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準備處理q的下一個點 從front拿出來 然後呢 這個 鑽過來就是這兩個動作 鑽出來 好 那在這邊我們稍微 跳一下 齁 為了趕快 先讓客人做第六個作業 我們先跳一下 我們先跳到這個mine 33 那這個也是我們的第六個作業 那這個也是我們的第六個作業 所以你要讀這個東西的時候呢 你有兩個讀的概念 一個是mine search 一個是mine search 那我們這個 這個 這個集中法才剛考過 mine search 就是從中間 然後去看你的資料是 在這邊還是在右邊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說 這個tree好像可以做mine search 所以你的一個看法是 這個tree可以做mine search 另外一個看法是 它是個mine tree 但是它可以來做搜尋 好像這邊刮好起來一樣 它是一個mine tree 但是它可以做搜尋 好 不管你是講哪一種看法 就代表這個mine tree啊 本身的資料 它是有大小順序關係的 那這個大小數據關係的 重點就是 這個跟這個 小的字要放左邊 大的字要放右邊 所以這個key 這個key 在左邊的suntree 它是比較小的 在右邊的suntree 它是比較大的 因為我們要做射取 那就要有大小關係 在左邊比較小 在右邊比較大 那當然其他的 比較次要的條件就是說 你每一個element 在這裡面都有key 然後呢 沒有兩個element的key 是一樣的 isting 但是不同 isting 就是key不一樣 是不同的 也就是沒有兩個key 是一樣的 那當然你左邊suntree 右邊suntree 既然是 這個是一個recursive的概念 所以左邊suntree 右邊suntree 基本上也是一個 minus of tree 因為它是recursive的概念 右邊這個 這個tree 是一個minus of tree 我們可以看一下 在右指的右邊suntree 這個suntree 裡面的內容 通通通比六指還大 看右邊suntree 旅客線 就看 在七指的右邊 這個都比七指大 在七指的左邊 都比七指小 所以這當然是一個 旅客線的概念 這個中間這個tree 也是一樣 在30的右邊 通通比三指大 在30的左邊 通通比三指小 然後如果你看到這個suntree 的話 在五的左邊 比五還要小 在五的右邊 沒有東西 當然這個不是minus of tree 因為 15的左邊 這個14比15還要小 OK 但是這個10 就不應該放在這裡 因為它應該 它比15還要小 所以它應該放在15的左邊 所以自然而然 這個不是一個minus of tree 好 那我們有這個recursive的概念之後 其實我們要做抽離 就非常的 其實非常的自然 這杯子就要這個地方 如果我們要找的資料 是叫做k k是我們準備要找的資料 k如果等於root 那我們就找到了 譬如說我們要找30 30的root 我們就找到了 所以這個 它有相等 我們就找到 沒相等 就繼續往下找 譬如說這個k等於 k等於2好了 那我們現在k等於2 k比這個30還要小 所以我們就往左邊 一點小的放在左邊 所以我們就往左邊的sq去找 然後呢 這個k 在這個recursive的過程當中 這個k又比這個5還要小 所以我們再往左邊找 那我們就找到了 那如果k比這個 譬如說這個k是35 35 那k比這個root30還要大 所以我們就往右邊的sq去找 所以我們就往右邊的sq去找 然後另外這個sq的root呢 k比這個40還要小 所以我們往40的左邊 這個sq去找 35就找到了 好 那我們也許是這個情況 32 32比這個30還要大 所以我們就往右邊 32比這個40還要小 所以我們就往左邊 32比35還要小 所以我們往左邊 準備往35的左邊 35的左邊是空的 沒東西啦 35的左邊是沒有去的 這個去是空的 所以當我們找到左邊 找到這個去是空的時候呢 就表示沒有資料了 那你還要找 當然就是沒有成功 所以當你要找的時候 你的root是等於0 你root等於0 也就是空的 那你的這個 root就是empty 也就是你的搜尋是什麼 unsuccessful 沒有成功 unsuccessful 就沒有成功 好 所以我們剛剛說 recursive 你就是32比30還要小 f還要大 往右邊 比40還要小 往左邊 比35還要小 往左邊 有人就在這邊聽住了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寫proven的一個技巧 你再繼續往下找 找到空的為止 那空的呢自然會return 沒有 找到 就是unsuccessful 好 按照這個概念 這個 這個是我們的recursive program 就出來 這邊有一個gate 就是我們要去取得 我們要去搜尋 我們的資料 要去取得 那我們要去取得 這個資料的時候 我們從哪一個note開始 這邊p 從p這個note 信號記得啊 這個信號不是p的一部分啊 這個我們也要強調 這個信號代表p它這個指標 從p這個點開始 我們要找個 那個key叫做k 好 我們要搜尋這個treet的指叫做k 我們從p這個點開始 好 那 只不過我們這邊的這個 這個 這邊的這個 這邊的這個 這邊的宣告 齁 這個p齁 這個p齁 這個p是什麼樣一個東西呢 這個p是由 你的指標齁 這個資料 它是由一個pare所組成的 這個是在我們之前沒看過的喔 它是由一個pare所組成的 也就是說 我們以前看到的inv就是一個資料項目 現在我們這個pare就是有兩個資料項目 所以我們的這個資料的形式它是有兩個資料項目的 一個是一個叫做k 一個叫做e 有兩個資料項目的 就是這個pare 這個pare 它基本上是C++已經定義好的一個class 它裡面可以pare有兩個欄位 配有兩個欄位 在我們這裡的兩個欄位 一個叫做k 第二個叫做e 有兩個欄位 那這個欄位的名稱呢 k跟e k就是第一個 叫做first e是第二個叫做second 好 所以未來我們要稱呼這個內容的時候 我們要用first跟second來稱呼它 好 那這個p啊是我們的townd 也就是我們的現在要去搜尋那個tree的root 首先第一個看 那p 如果p等於0的話 那p就不等於0 它就成立了 p等於0代表root等於0% 那如果等於已經沒東西了 就已經 就已經沒東西了 所以這個p如果等於0的話 那p就成立了 我們就直接比分0 就是沒有找到東西 所以這一行的意思代表 你的搜尋是失敗的 沒有找到東西 其他的呢 我們就再來看一下 k就是我們要搜尋的這個資料 叫做k 跟我們的所指定的那個點叫做p p裡面的資料進行比較 那那個資料欄外裡面 這個資料它有兩個欄外 一個叫first first它的形式 k的形式 一個叫second second是1的形式 那我們這邊會用到它的這個first的形式 所以這個是這個first 記得啊 這個first是怎麼來的 是在這個pair裡面 在這個pair裡面的第一個欄外 叫做first 好 那我們的資料呢 就是這個k 它的形式其實也是k的形式 也就是這個第一個first的這個k的形式 那我們就是這個key 跟你的資料的第一個欄外的這個形式 去做比較 比大小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比大小 比較小呢 如果k比較小 我們就往左邊 所以我們看看它的這個 它的request在這樣 get p的leftchar 左邊 左邊 它搜尋的資料當然是k 但是它往左邊的subs去去搜尋 如果你是這個的話 k比這個大 那我們就往右邊的欄外去搜尋 右邊欄外 那我們在這裡 這個gata 其實它就有兩個欄外 一個叫first 一個叫second 一個叫second 它實際的資料型態是k跟e 這個是k 這個是e 好 那所以呢 這個基本上你的proven 就非常單純 你看 就是 左邊 又馬是右邊 再來 就是相反 這個對我們mine設計非常像 又馬往左邊 或馬往右邊 那你這兩個都不成立的話 那你就相反了 相反了 就把資料往右邊做回去 所以這個跟mine設計的 這個mine設計的概念是 是類似的齁 只是我們在寫法上面的話 不太一樣 好 剛剛談的是我們的這個資料搜尋 那現在如果你找到這個資料齁 找完完畢之後 不在裡面 你要印射 那我們看一下印射齁 譬如說你要印射80 那你一定可以找到這個80到裡面 在裡面 那我們就80在 從這邊開始找 80應該在30的右邊 在40的右邊 40的右邊 40右邊沒東西了 那我們就知道80在裡面 這個時候呢 也順便找到我們80要印射的位置 80不在裡面 那80它應該在40的右邊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印射到80 把它印射到40的右邊 所以mine去的印射的啊 基本上印射進去的時候 它一定在lib node 它一定在下面 不能在中間印射它 mine去的印射的 它一定印射在lib node的地方 它不能在中間印射的 那你就找完之後呢 你發現它不存在 那你最後你們所找的位置 就是你要印射的位置 我們再看一下這個範例 35 你也是一樣35 看看有沒有在裡面 第一個30比35 35比30還要大 所以往右邊 35比40還要小 所以往左邊 它不在裡面 它不在裡面 這個就是你要放進去的地方 這就是你要印射的地方 好 所以我們對mine去我們要印射的 我們要花多少時間呢 我們花的時間是 all的h h就是我們去的高度 你就是從路的開始往下找 找到lib node的位置 這個就是我們去的高度 那你就是跟這個比 翻速跟它比 如果不是我們就往右邊 如果不是我們就往左邊 那我們就找到你所在位置 所以我們總共追蹤的就是 我們去的高度 all of h insert是比較簡單的 deleter比較麻煩 第一個case 要把35把它刪掉 那你要刪掉一個35也一樣 你要先搜尋它所在的位置 對不對 你說我現在想要 開這個tree裡面有沒有35 如果有的話我們要把它刪掉 那35咧在什麼地方呢 在30 35咧就先比 它在30的右邊 它在40的左邊 找到了 這個就35找到了 那我們要把它刪掉 它如果第一個test 它如果是在去的lib node 直接刪掉就沒有問題 刪掉之後就變成這樣 對其他的點都毫無影響 這是第一位test 最簡單 假設我們要刪掉30 那我們要刪掉30的話 這個30要被刪掉 你這個地方就變空的 我們刪除的時候有可能在中間啊 剛剛說音色的 是不可能音色在中間的 可是delete的話 它以為我們在中間 那以為我們在中間的話 像我們把這個一刪除之後呢 它就空了 那這樣的話不行 那你說我們到底要怎麼進行 怎麼處理 這個進行tree的方式就是 把你的前一個 比你還要大的 比你還要小 在那邊是比你還要小 把你前一個 比你還要小 最大的那一個 在這邊就是5 把你前一個 拿來放到這邊 代替你的位置 好所以我們看一下這個 代替你的位置是什麼意思呢 用你的 在這邊我們這個 剛剛這個範例是用你的 in order precedence in order順序裡面的前一個 我們這個範例哈 這個前面這個範例是 in order precedence 這個5哈 是叫做in order precedence 什麼叫這個in order precedence 這個你把它按照in order順序 它基本上是還好順序的 看一下 in order哈 我們把這個tree的in order 把它寫出來 第一個是2 對 然後代替是這個subtree的router 這個 左邊subtree文B之後 代替是這個大subtree 這個大tree的這個30 再來是右邊subtree的router 這個右邊subtree的router 40 大概是80 這個叫in order 所以請你順便注意一下 在一個myser tree裡面 如果你用in order追蹤 它一定還好進去 在myser tree裡面 myser tree裡面 myser tree裡面 你用in order把它追蹤出來 這個資料是還好順序的 我們講義沒有錢 但是請你把它注意一下 用in order追蹤myser tree 它是還好順序的 那in order裡面它有順序 有前一個有後一個 這個30在這邊 準備被我們占掉了 這個準備都占掉了 好 那 我們的這個做法 就是有兩個 你可以拿 你的前一個 也可以拿你的下一個 來代替你的位置 你的前一個叫做pinser 你的下一個叫success 好 所以這邊講到 in order of possesses 就是你的前一個 你的前一個 會是什麼東西呢 你的前一個就是在 你的左邊success裡面最大哪一個 你的左邊success裡面最大哪一個 就是你的前一個 好 好那我們就把教練開到這個地方 你的左邊 你的左邊success裡面最大哪一個 有一個很重要的特性 這個性質 它不會有右邊的小 好 為什麼呢 我們看一下 你想想看看 這個5在這邊 這個5就是這個一個範例 它是右邊就沒有小孩 如果這個5右邊有一個小孩 如果這個5右邊有一個小孩 5如果右邊有一個小孩 在in order of this 這個順序裡面的話 5的下一個不是30 5的下一個就是我們現在這個位置 如果你5的右邊有一個小孩 那5的下一個就是 現在這個小孩 不會是你這個 這個你要配三到這個30 不會的 那換句話說就是 你的30的前一個就不會是5了 好 所以 我們的in order of this 就是右邊這個subsid 最大哪一個 它既然是右邊最大 欸在左邊喔 它在左邊的最大 它就是在左邊裡面最靠右邊那一個 好 從概念上來講 在左邊的subsid裡面最靠右邊的那一個 那既然它是最靠右邊的那一個 它就不會有的小 就不會有的 好 那這個時候呢 這個時候啊 就是 就容易了就是 你是這個 左邊subsid裡面的最大那一個 你是不會有右邊小孩的 換句話說啊 像這個5 你只有一個 你只有一個小孩 那你把5拿上去之後呢 把5拿上去之後 因為你只有一個小孩 你就可以直接把 這個5如果被我們刪掉了以後 我們就可以直接把它接上去 這個5在這邊喔 先被我們刪掉 被我們刪掉的話 它直接要拿到 放到這邊來 這個5是要拿來取在30的位置的 然後這個2同半呢 因為5只有一個小孩而已 這個2就直接接上去 那在我們這個範例裡面 因為接上去剛好 變成新的root 所以接上去之後呢 2還當然是5的小孩 這不一定是5的小孩喔 他是接上去 把他接上去 所以這邊就 接上去就ok了 如果你說一個小孩 好 所以我們稍微結束 你再問一下喔 就是 你要刪除一個點的話 有三種情況 第一個情況 如果你是leaf node 刪掉他就沒有問題 第二個情況 如果你一個小孩 如果你是一個小孩的 那你就把那個小孩 就是把他本身刪掉 那你既然是一個小孩 就直接 往上移動一個就可以了 因為你是一個小孩 直接往上移動一個 第三個情況是一般的情況 如果你有兩個小孩 那你不曉得 又把哪個小孩往上移動 那不行了 就是用你的in order successor 或者in order pre-accessor 來取代他 那個要來取代這個 他一定只有一個sum 他只會有一個小孩 那就會回到這個情況 甚至於是這個情況 好 所以兩個小孩的情況 會呼叫一個小孩的情況 或者0個小孩的情況 那你要刪除掉這個點 你的時間複雜度成的難 是o的h 就是去的高度 就是去的高度